所以我觉得这把穷者要争三跑 他们不仅前期拉点做得要好 同时还得防 没有 就机械师带了个飞 机械师带个飞 那么确实没什么必要 就这把就是穷者要 真的要去争四人开门站三跑什么的 我觉得 要防好传送那一波 就淬火传送那一波 不然我觉得三跑无望 他们要打三跑 可能还要换道具 毕竟昆虫和机械师都是能用道具的 这个倒还可以 他们换道具有没有说法了 先看第一波找人 前锋 撞到了一个前锋 那还行 这边 前锋这个点拉得还可以 走了 不追了 前面发现一个脚印 万一他他也是就 哎那算了我就不足备了 万一是个机械师什么的呢 嗯 他而且没有带脆火的 他没带脆火的呢 嗯 我看这边没有脆火 这个开局节奏有点 怎么说 他这个点没有排得很深 看到娃娃了 看到娃娃了 他这里先打娃娃 然后再传你 不着急 这倒也可以 那看一下 他应该再算传送 没有 他怎么又回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 他这边通过娃娃的 闪现 闪现 他不是传送 不是传送 哦 是个闪现 我们分析了半天 分析了半天 我还在想他打完娃娃 然后传本 两个人都没有去看他的技能 他那开机技能多秒 我这看不清楚 我倒是没有去看 因为我默认 我觉得我分析的很有道理 我就觉得自己是对的 然后我就没有去留意 那机械师这边飞轮 一刀飞轮漂亮 哇 我觉得他刚刚那里 如果是我的话 我刚刚直接闪现 他一刀 不过可能会被飞轮躲 求我 还行吧 张育仙这波操作买秀的 你别说这个开局 我觉得穷者有机会 咬住 因为这个击倒时间 好像娃娃补出 想回头盖板 一台机子是可以的 机子是够的 只要能够救下来 卡半救下来 第一波博命套上 第二波前锋 撞救博命套上 我觉得机子是够的 这个机子是够的 后面的话就看换道具了 真有机会私人开门站 按我的理解 他们打比赛 肯定用最稳的一个打法天赋去打 但是他们很多 刚刚好几场 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带一个 比较稳的一个天赋 这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嘛 还有一点就是 可能他们选择的是 他最舒服的打法 因为街市不用6啊 结果就是他们都没有 想法都没有按照他们的基本 对结果好像就没有 按照那个所想 就好几把 你看带闪线张肯啥的 都没有打出一个开局节奏 都被球员者拉点 然后还被留 本来就有一个废轮 就抓得很难受 开局没给机会 现在的话 其实机子真的够啊 这边要提前拦住 能拦得住吗 波波这边 拉球了 而且波波这波球 拉的好的一个点 在于什么呢 他拉的好的一点 他没有往椅子旁边拉 隔窗刀 这里 你觉得能恐惧吗 我觉得恐惧不了 他没有猫 他猫现在处于CD7 就很难去 对很难去那个了 拉一波球撞 然后把这边板子下了卡住你 电机好像能开啊 这边再去干扰 能开能开 这边吧 机一定能开 前方这边再拖一拖就好了 在定住 能定住吗 不给你 可以 这波操作很细节 好的 漂亮 这一波细 但前锋这边直接点门 他这边人挂飞 他没有猫赶路 要挑地窖 要挑地窖 那边两个队友 还开不了 对 队友门还没开 他们在 他们难道在放他的传送吗 刚刚两个人不敢点门好像 因为他这边好像 是不是没有翻过窗啊 风窗是不是没漏过啊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但这个距离前锋有三分之一的球 边上还过去一个虫子 诶 诶 诶 昆虫为什么往回绕啊 对啊 昆虫为什么往回绕啊 他们在防传送 我觉得应该在防传送 诶 有闪的 有闪的 他没飞轮吧 在想骗飞轮 对 这个就是 他没飞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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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博弈啊 互相博弈 那平了 互相试探 这个局平的还蛮可惜的 因为 嗯 我们上帝子眼来看是知道 但他们那个应该不知道 因为小陈在追击过程当中 好像没有任何的翻窗 他交互都很少 不过那个 刚刚不管是抓前锋 抓虫 没应该都是平均 应该都是平均 他抓前锋不一定 因为前锋还有三分之一的球 前锋那波如果直接拉球 我觉得他两波跳不一定跟得上 两波跳加一个闪 要看他跳的好不好 这个距离拉的够不够近 应该跳的上 应该跳的上 跳的距离 跳的距离加上一个 闪的距离 拉表多远 三分之一的球 也就是拉一个跳的距离 三分之一 一个半跳吧 就看了他中间那个跳 是不是直接 因为你 跳 他这个东西被 有可能被卡住的嘛 当然因为这样的地图比较空旷 大概率是能跳得上